2020年夏天魔都什么最后 火不是小龙虾不是烧烤不是冷馄饨 是消失很久的夜市 总理亲自简赞 今年夏天夜市火了 上海首届夜生活节与六月开幕 据不完全统计六月份上海就有51个特色夜市 比较有名的像黄浦区的BFC外滩风镜和四南夜派对 津南区的安逸夜市 像杨浦区的杨浦夜市等等 不知道你们去过几个 按照某平台出的上海夜市商量榜 安逸和风镜位居一二 首外夜市排名第三 因为安逸和风镜都是风入而成的步行街 且现实对外开放 怎么都感觉这跟传统意义上的夜市有差距 所以我们决定去常态化的首外夜市瞧一瞧 工作日不要排队 有点开心哎 走进夜市区域 人气好旺呀 桌球蹦滴娱乐项目 啤酒冷饮特色小吃 好像不错耶 但是 三雄元一杯准确的说是半杯可乐 对不起打扰 正管喝汽水 对不起告辞了 小肥羊烤肉 没必要没必要 等等 鱿鱼好香 二十五一串 好吧 老板来一串 韩国小米酒 必须喝一杯 回头一看 韩国餐车 透明帐篷 有韩国那味儿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家店一次排开 够有排面 我们去吃哪一家呢 等等 一百四十八元 六种肉 哇操 这么便宜 就你了 他们家免费韩国套菜 好吃到哭 恰到好处的酸辣 我连吃了三盘 好激动 好满足 煮菜上桌的那一刻 我还是太年轻 再一次被套 唉 这个迷你的分量 确定不是儿童餐吗 烤肉 猪肉都是熟的 您写清楚 您只烤牛肉呀 如果万一烤肉 跟泡菜一样好吃呢 那也不亏 结果 残酷的现实 把我那一点点幻想都捆碎了 牛肉老到怀疑人生完全不能蛋吃 泼着生菜还能缓解一下 阴邦邦的口感 猪肉马马虎虎 完全给得不到烤肉的乐趣 大酱汤平淡无奇 就 辣炒年糕 年糕筋道入味还不错 唉 凉开水都不停工 人生好艰难 差不多的价格能舒服悠哉的大口吃肉 偏要来体验这一边擦还一边擦 有的大盘烤肉 女人何苦为男女人 夜市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接地气 夜市的接地气在于流动摊贩或者大排档 卖着天南地北的食物 没啥环境可言 吃的就是这平滑无食且价格便宜的食物 逛的就是这 花一点点钱就能得到小确幸 平滑无食的夜市就是生活跟菜市场一样 叫卖的摊主 吸壤的人群 让漂泊在这个城市中的夜行者感觉没那么孤独 韩国夜市招募周边商场里的餐饮店换成餐车形式 走向户外就接地气了 安排一些节目表演和儿童项目 营造出人头攒动的画面 就代表事情生活了 城市面貌的干净整洁整齐花衣 只是文明城市的基础表层 一个城市最主要的面貌体现在这个城市每个活生生的人身上 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的尺度 在于它对人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态度 自古以来 凡夫走足 迎车卖江者流 虽然常为上流社会所不齿 却从来都是一个城市繁荣活力的象征 与包容性最好的体现 试想那幅清明上河图 如果少了那些战道经营的流动摊贩 会失去多少鲜活的光彩 如今这些精心安排装饰出来的夜市 带着活跃气场拉动线下经济的目的而来 没有一点市井气息 较大午夜地推更为合适 我是无辣不欢的山顶丸子 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期特别的视频